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么拍宝节目开始了 应该说时间过得太快了 这都过了中国的农历新年了 在这儿没初正月90年 给您在这儿还拜晚年 祝大家万事如意 好 那开始今天的节目 介绍道场的鉴赏专家 那首先要介绍的 坐在我旁边的 著名的佛造像唐卡鉴赏家 收藏家依稀老师 大家好 拍宝 各位观众好 还有我们的林老师好 你好 我们大家喜气颜养 现在还没出正月 所以在正月里面 给大家继续拜年 在鼠年里面 我们身体康健 然后吃什么都香 老鼠它一般续粮 所以这样子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身体健健康康的 扎西得乐 好 那么谢谢依稀老师 还得麻烦您件事 今天咱们跟旁边的林老师 还得沟通好这普通话 是吗 好 我做他翻译 那么爽朗笑声的这位 就是著名的杂像接场家 也是海内外知名的收藏家 林少杰老师 大家好 我是林少杰 还没有称之出正月的时候 我在这边也跟两位老师 你别客气别客气 也道号一下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希望鼠年 谢谢 在座的还有我们电视机旁边的观众 外事如意 谢谢您 多宅多宅 我问问跟咱说句给咱们俩为道号一下 咱俩有道号了 这个是广东人的一个说法 就是给咱俩问声好的意思 对不对 得 感谢林老师 我们亲领了 好 咱们看看厂外那位 厂外那位也是会说激情话 可是这一到鼠年 一般都说这句话 就是鼠钱鼠的都手抽筋 您看他今儿说不出这句话 是啊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最新一期的拍播节目又和您见面了 欢迎大伙收看 高鹏晚座 大伙都带着自个儿的宝物 有的是远道而来 有的虽然近点 但是咱们现在天是越来越冷了 大伙还能够说是顶着严寒来我们节目 让我也都很感动 我们再一次 鼠掌 这位大叔 您好 您好 您从什么地来 我从海淀 从海淀 道路也不算是近 今天您带什么来了呢 带了这尊观音的造像 观音菩萨造像 咱看看 藏传佛教的是吧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 度母 度母 是吧 度母 有白度母 还有绿度母 对 您这个是 我这是绿度母 对了 绿度母 这个绿度母实际上在咱们这个佛教里头 藏传佛教它也是有说法的 是 为什么您说它是观音菩萨呢 也对 它实际上也是观音菩萨的一种化身 观音菩萨的眼泪 观音菩萨一看 世间有很多人有疾苦 伤心了 流了一滴眼泪 然后呢 幻化成了绿度母 然后呢 这个绿度母呢 其实呢 也是来帮助人们 这个远离这些苦难 能够到达幸福的彼岸 然后呢 它其实就是主这个慈悲和善良 是这么个意思 这是您请的 请的 真好啊 这点东西 这是清淡的 您看 包括它这个身上这些个鹰落 然后呢 包括它这个连台 这个连伴 然后呢 反正包括它的这个开脸什么的 很多地方都能证明它是清淡的 但是还有一点呢 就是您看没有 它腰比较细 您看是不是这个腰比较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清淡 这个度母 这种佛像的一个典型的 制作的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呢 由此呢 咱们就可以给它断定为 这个呢 这一尊佛像呢 就是清淡中期的 这么一尊 绿度母 这个您当年是 多少钱请的呀 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 那真是可以了 这个现在得大几万块钱的 谢谢 这个得六到八万块钱吧 当然呢 咱们一说钱呀 就显得有些俗气了 但是有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钱呢 也是反映它 一个价值的这么一个体现 所以说这尊佛像 我觉得挺好 应该向您表示祝贺 谢谢 表示祝贺 然后呢 咱们呢 不能说是光是嘴上 说向您表示祝贺 我们再给您来一红包 您先别着急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红包呢 是谁给咱们的呢 谁给咱们提供的呢 就是由咱们这个 天天健保APP呀 给您提供 天天健保APP是怎么回事呢 将大伙啊 做一个汇报 天天健保APP呀 是一个免费在线 直播鉴定平台 我们这里呢 有百位权威的专业鉴定师 为大家伙提供免费的鉴定服务 天天健保APP 提供了一千个翡翠视频 及其他丰厚奖品 只要您现在扫码下载 咱们天天健保APP呀 就有机会获得这些奖品 我们谢谢您 也谢谢咱们这个 天天健保APP 好 回到咱们鉴定现场 先给大家说出今天的奖品 那么是一件墨浴雕刻的山水挂牌 真漂亮 凋得挺细的 墨浴 那么墨浴呢 现在有很多人喜欢 那这件奖品呢 也是咱们天天健保APP 给大家伙提供的 那么您扫这个二维码 登陆这个APP 它还有一个拍宝的专区 会有很多奖品都会提供这个 好 咱们开始鉴赏了 有请第一位仓友 来 您慢点 这一件是怎么个由来呢 这是我一年前从古玩店里请来的 一年前 花多少钱 4000元 4000元 那古玩店的老板跟您怎么介绍它呢 他跟我说是清早期或者中期的 那我清早期的 4000元就让给您了 那这价格可真是够优惠的 咱看是不是您捡一漏 来 咱们就请易鲜老师 对 我们以前经常碰到这一类的造像 大家也跟电视机前观众介绍过 首先呢一看 右腿盘出莲花座外的 它其实咱们归类 没有多少个佛 它是菩萨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看 它头戴帽关 前边两尖面 有尖花 这一类呢 基本上就是度母造像 绿度母 也叫旧八难度母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它左手书为法印 右手它就是一个语愿印 这也是它一个标准的特质 旧八难菩萨 所以它能解救于人苦难 八难就是什么呀 师难 相难 还有蛇难 火难 水难 牢狱难 非人难 所以这些呢就是 持它的咒的时候 就是能解掉这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这个是藏传佛教比较相信的 但是我们如果回过头来 看这身造像的话 它的工艺 它的帽关 代表传承持曼仪的 就是五佛观 可以看出来 标准的一种清代的做法 清代的做法 但是呢 我们再看这个五官 它也是一种 就是非常符合清代 早期的一种样貌 但是呢 那是不能用但是的呀 字儿 吓我一跳 这根这个清代的做法 还有但是 但是 还有但是 但是我们仔细看 它的眉骨 然后眼睛 嘴唇 它仍然就是 模子的痕迹很强 一会可以看看 那模子的痕迹很强 对 模子的痕迹很强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右手 鱼鱼的这个手 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 至少是有修补 而且胎体的重量 还有助胎的这种方法 和清代早期 它是有所违背的 那这件如果 猛看 挺斑驳 挺有年代感 是 林老师把眼镜拿出来 谢谢 谢谢 首先和清代早期的重量 它是有差异的 现在早期的 因为它筑胎比较厚 内膛比较厚 所以它是比较压手 这个呢 它又不是铜皮的 所以它比较轻 那是筑胎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这样 去判断 整体判断的话 实话实讲的话 就是 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它是有一个 真的的 这么一件器物 用翻膜的方法 这实际 你要看里头很多细节处 翻膜的石膏 那个还没 就都没给刮下去 这都是破绽 我看它好像是 一只眼睁着 一只眼闭着 是有什么寓意 睁眼闭眼 我心中也是想 易老师笑了 我来说 易老师是一个 特别谦逊的 这么一位 收藏家 是个君子 睁眼闭眼 在佛道像里头 好像太少了吧 这么来做的 没有 他这个不合佛料像的衣轨 跟制作方法 他这是没翻好 那模 那模翻错了 就是翻得不清楚 所以感觉那眼睛是闭上 佛造像 如果佛菩萨 一般都是悲悯看人世 就是它是这种 眼俭双锤 它是这种 就是以慈悲像 来看世间万态 对 它或者是愤怒像 它也是怒目原称 喝醒睡梦中人 对 没有说正眼闭眼的 正眼闭眼 它不符合佛教的道理 佛教它其中核心的一个思想 就是睁大双眼 看清事物的真相 它的本质在哪里 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疑点了 是不是您说 好 那因为是一件仿造的佛像 你们保护奖的基金得收回来 谢谢参加拍宝节目 您过节好 这市场上有好多这样的 就是仿骨的度母的造像 是 绿度母的 我也不知道可能这种造像 特别受人喜爱 可能仿的相对比较简单 所以市场上这种方便翻博得特别多 是吧 包姜还不错 包姜还不错 但它还有一个地方 它我们说瓷器有抱佑 抱佑 它铜器它的这个咒的时候 它铜流出了一种酸性的东西 所以它有一些锈都在里面 这个也是我们要鉴定的 很认真的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用这个来作旧 对 是吧 要注意给达迪老师 这位大哥您好 您好 请坐 大哥真精神 穿着这么一个保时兰的 这么一个衬衣 还好 显着就那么的干练 这个从什么地来 我老家是安徽 安徽 我知道 臭鲁鱼最好吃 对 对 那就差 显着有点没文化 您带什么宝贝来了呢 我带的是一个工艺品 工艺品 自个就给定了 是工艺品 这是您带来的 是的 这是一个什么呀 歹毒姑娘 这个是一个美女 是一美女都看出来了 这肯定不是小伙子 这个工艺品 这是您自个儿雕刻的吗 不是 是您爱人雕刻的 也不是 您家谁 您家谁雕刻的 我家没有 这是您买的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委托过来的 是您朋友委托过来的 这个要说起来还真是个工艺品 年代并不是很久远 这就应该是现代的 因为您从这女同志的穿着各方面来讲 您就可以看出来 这都是现代人的审美 是吧 应该就是个几十年吧 这应该是一位很有功力的 这么一个雕刻大师雕刻的 具体是谁 您知道吗 这个我不清楚 就是不知道是谁 拍照 你们来看看 才让我们来看看 但是雕刻的是真好 雕刻的是真好 而且这也算是巧雕吧 等于是拿这么一截木头 然后给开了个窗 是吧 开了个窗 然后在这上面就雕刻了这么一个女同志 还真漂亮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舞蹈家 是一个舞蹈家 是吧 你看这个姿态就很优美 看人家这手托着瓶子 这手抱着脑袋 是吧 大于其是这个意思 这姿态很优美 是不是 你这还不好学 你还甭说这不好雕 就这舞蹈家这姿势 你就不好学 是吧 所以这样东西 我个人认为不错 是这样 就是您刚才也谈到了 这个是一个工艺品 我们有的时候是 比方说这东西 要真是我们现代大师 所雕刻的 它即便就是这大师 上个星期刚雕刻完的 它这个价值也很高 所以这件东西 具体是谁雕刻的呢 我不说 我不说可不是我不知道 因为呢 我请里面的那个 林先生说 好的好的好的 林先生说 林先生也是一位收藏大驾呀 这个林先生是打香港来的 这个人家呢 远道而来 也是 好久都没来我们节目了 上次来完之后 走了就一直不再来了 打电话邀请 也发电报什么的 找人带话全部来 后来闹半天 打听明白了 有点啊 对我有意见了 因为我在外面啊 我把他想说的全说了 他没什么可说的 他坐在里头 有点闹情绪 这不是慢慢慢慢 又给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 这不是今天又来了吗 所以呢 咱们呢 别扫了色情 一会儿让他里面着重给您谈谈 这位是谁雕刻的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来 下一边祝福 谢谢 谢谢 来 您好 你好 这个是一件非常特殊的 有意思的藏品 开保节目这么长时间 很少出现这样的藏品 很有意思 后头好像是个原木的造型 它这割的是天然的 还是雕出来的呀 肯定是天然的了 天然的 是吧 这面是雕刻的人物造型 对对 这个也是陆小明老师讲过 是吧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岩木 就是一个木头 然后来通过这个木头 这木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为什么它长刺 我看到过深圳 很多树在华侨城 是吗 但这个树的树种 好像是从国外引进的吧 是不是国外引进 我也不晓得了 这个没看过 很有意思 长刺 它这个刺已经被磨平了不少 我眼看的话 我以为是黄洋木 因为它这个木很细腻 是 那雕刻是一个俄罗多姿的一个小树民族的一个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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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多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先给老师开个白叫 那么非常漂亮 是一个很明显的现代的一个艺术的表现 没错 木头 当然它这个木头 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它什么木头 它看起来是非常的美 然后放在家里面摆设是一件不错的东西 那么你刚才讲的是一个名家的一个雕刻品 但是它没有著名 它没有著名一个什么某某人的一个大名在上面 您知道这位雕刻家的情况吗 这个不知道 它应该如果有大家的话 它应该也有一些 有落款 落款 还是这个时间的表现 对 都有在呈现在这个地方 是 东西是新的 然后呢 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工艺 也可以说艺术品 是 如果说名家来讲的话 对 那么就是 那如果说是名家的 那跟工艺品是两个概念 是 对吧 这个就是名家的 那当然是有名家的价值 对吧 因为现在我们的当代艺术 也卖了很多钱 没错 没错 所以如果是一些工艺品的话 就工艺品的价值 对吧 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仿品 因为这也没有什么仿的价值 这个名家呢 您说这位呢 我们还真是不是很了解 因为现在搞雕刻 搞艺术的人很多 都很有造诣 但是这一件雕的呢 我觉得从开点身姿 还不错 但是也没到那个 这个登峰造极的水平 我对这件艺术品 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觉 就是背后这个 您说这出这个 这个木 木的这些刺 要是蹭得挺斜 不真的你感觉没有 我觉得它这件雕塑 雕塑这个天女 特别像印度 古印度 印度教里面 或者佛教里面都有 有这样 有什么 这是也叫夜叉 也叫天女 但是印度的夜叉 它是厄诺多姿的 厄诺多姿的 在布达拉宫里面 就有一层双面的夜叉像 都是女性像 然后在唯一的这个 一个树干之下 这个也应该是 包括它的造型 应该也是南亚 至少是中国南方 少数民族的一个作品 对 但从工艺上来看的话 它的从这个雕工 还有它的整个形体 包括对身体肌肉的一些刻画和神态 都不足以称为大师之作 对 所以这是一般的 能利用一个原料 大家进行了一个 就是艺术品的 艺术的创作 一个创作 一个就是这种交流 也不错 也不错 不是防品 它最起码没雕成中国夜叉那样 那这样 它是真的 但是它又不是老的 它又是所谓名家雕刻的 咱虽然不了解 但保护奖 李基金咱就不收回两清了 是 好不好 挺好 恭喜 在咱们中国有很很 有非常多有才华的人 不管在各行各业 各方各面 你比如在艺术领域有特别多的 画画的也好 唱歌的也好 搞这个雕塑的也好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这种人才能够脱影而出 让中国这种艺术的这种造诣 跟这个 传承下去 传承发扬 是吧 我们希望能把传统跟文化 更加深的发挥 这位大叔 您好 梁老师好 您好 您好 请坐 您这蚊子彬彬 尤其是您现在这个头发的颜色 现在很多人都 就是追捧这种颜色 这个我知道 这个叫奶奶灰 是吧 奶奶灰 爷爷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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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有 反正 我不知道 有吗 反正就这种色 这种颜色 很受打击伙喜欢 您这是染的 是就天然的 就这样 大碎儿的 就这样 真好 您是从什么地来的 我从方庄 您倒是不买 那您带什么宝物来的 这是我的 这顿佛像 又还真沉 对 这是您请来的 这是拍的 这是您拍来的 真好啊 这顿佛像 您先给介绍介绍 这是什么材质 铜的吗 这是石质的 石头的 对 我也感觉 因为上面摸上去 凉瘦瘦的 是吧 凉瘦瘦的 这是石头的 这是什么石啊 什么石我就不知道 我今天来就是想 就是想 长长这方面知识 单单看看 这尊佛像是石质的 这个肯定是一个高僧 是一个佛像 年代 明代呢 这个非常开门啊 非常开门 明代的这是 明代的 因为呢 它完全具备了明代佛像的诸多特征 这个诸多特征呢 我就在这不能一一给您介绍了 因为它一共呢 有一万八千多条 所以呢 我要在这把这一万八千多条 全说完了之后啊 咱们这节目可能就得到二零二几年了 就是时间太长 我就说一个 您看没有 脸部 脸部的开脸 这个 在明代啊 咱们还有这个大头佛 这是我们行业里面俗称的叫大头佛 就是脑袋非常的大 那个呢 是明代的一个典型特征 但是明代普遍来讲啊 佛像开脸脸盘子都比较大 所以您看这个 是吧 您可以看说四方大脸 是吧 这脸盘 开脸很大 所以这个呢 符合明代特征 当然咱也不能说就因为这一个特征就说他明代有很多 但是我只说一个 因为依稀老师里面还有说一点 还要说说几点 所以应该呢 向您表示祝贺 当时您是拍卖是吧 拍来的 拍来的 多少钱啊 钱多少不错 这个 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 对对对对 不能老说钱 过去那不是买佛看 老大妈说得信佛买佛看 然后得请佛看 人家就去了 人家说那个门口 往家走 碰去张大妈的 张大妈说 老嫂子 老嫂子 你买佛看多少钱啊 老嫂子还不高兴了 哪能这么说啊 哪能说买啊 这是请 这得说请 老嫂子 你请佛看多少钱啊 就这么一玩意儿 八毛 这个呢 这是咱向上你们的这么一个小段子 所以呢 就是咱们不说钱了 咱们不说钱了 一说钱显得俗气了 但是我很负责任告诉你 明代的啊 这么一尊佛像很好 好 谢谢你 给您来一红包 欢迎您再来 你好 你好 别客气 别客气 我们首先看这件作品 它是呈绿色的黑石 在西藏山南地区啊 是有这样子 也叫黑玉 虽然它有点绿啊 这叫黑玉 那我们现在看 它的面部啊 它是非常古朴的 然后身披这种大肠 这种坐像 大家看它里面是这种 呃 袈裟的 是 它面部呢 看起来就是 非常有藏族人的这种面貌 我们看冒冠的时候 就特别能区分啊 每个派别有自己的一个戴 它的冒饰啊 这一个习惯 那这个冒冠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两边 这个带头顶上的啊 这边呢 应该是有一个 这种菱形的 那是可以清楚指向 是嘎举派上 是我们也叫 大宝法王坐像 大宝法王的话 但是因为它现在没有名文 那大家可以看 它就是一个 像石家莫尼成道像的 一样子的一个坐姿 双甲幅坐 右手呢是触地 触地 对 对 可以看到 但是呢 我们仔细观察这个 最尊佛像的时候 我们从莲花座 可以看出来 它大概是 应该是 17 18世纪的一个 这种莲花的样式 但是呢 它和这个整个面部的 这种风格呢 它有一点偏差 它有一点偏差 那我们仔细观察 五官 尤其是眼睛的部分的话 是比较晚了 那这种眉骨就是比较凌厉的这种造型的话 眼睛呢 它也是相对的凌厉的 我们看 这尊造像的上眼瞼的部分 它是 比较晚了 比较晚 比较晚大概就是清代以后 这样子一个做法 所以我们整体的去观察的话 那我们这尊造像 大家从侧面看 侧面看 它也是比较符合 当时 干妈爸这种造型的一个特征 就是造像的特征 有同造像里面 有很多这种筑法 那整体看的话 它有莲花呢 它是比较晚的一个做法 然后面部呢 又是比较早的一个做法 嗯 然后但是呢 如果清代的整体如果是大概您说的17世纪 17世纪的就是造像对于 伽玛爸 就是大宝法那种造型造像呢 是比较少 因为那个时候它的势力啊 就是逐渐的弱化 嗯 那当时尤其是是大宝法王的时期 差不多就是17世纪这样子啊 那我们终于整个历史条件 嗯 再看这种造像本身 那如果我们 说整个判断的这个包姜啊 它是一件老的作品 它应该是可能就17世纪晚期啊 18世纪这样子一个造像 那如果说再早的话也不太可能 嗯 早不早 对对对对 那么咱们给个结论 价格 不一个是年代一个是价格呗 你这边藏有一个结论跟价格 价格啊 的确是就是对大家对实质的这种研究和 整个这个学术的一种报告 还是比较少 而且现在啊 就是特别麻烦的一些事情 就是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博物馆 还有国内的一些拍卖行也好 或者是从业者吧 不能说是拍卖行 从业者里面 他首先呢 他的 他学习的标本物可能就是错的 嗯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对实质的这种的学习啊 也是比较混乱 所以在如果要把实质的造像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和印度尼泊尔这些怎么样 特别清楚的类别厘清 就需要还有需要就是很多专家大家共同的研讨 对 包括您这些造像的话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定就是18世纪左右的一尊调造像 但是呢 就是说他未来可能还有一些专家我们共同的在探讨 对 他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 什么样的实质 到底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断代 断代 对对对对对 如果是一件开门的18世纪的这种造像 在市场是什么行情 对咯 如果是一个开门的18世纪造像的话 市场上应该是大概15万 15万 15万 但是如果按他的这种身体 大概15世纪的这种来算 更早一点 更早一点的话 他可能应该达到30万 40万 对 对 所以学术包括考古断代 包括艺术品的断代 我觉得应该更多的人来积极的参与 来奉献他的智慧 是 是吧 而且要更好的更严谨的去考虑 要我 因为我这跟李老师去学习 我看这开脸吧 我想起三星堆来了 是 所以我刚才讲 他是看起来很古朴伶俐 是 因为他这个实质跟这个造像的情况 我们应该发您双份的保物奖励基金 来祝贺 好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咱们中华老字号冒龙独家过名播出的拍宝节目 我们拍宝节目的专家都是认真的误实的对咱们藏友负责任的 在这我真的敢肯定说这句话 但是我们也是对藏友充满善意 对 首先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玩收藏 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些专家的善意 如果你要是还没明白的话 看看李然 李然什么都说成八个亿 他多招人喜欢 对 拍宝1月19日有讲问答揭晓 问题 神话故事中点石成金说的是八仙里的谁 答案汉中黎 恭喜第五名答对的 微信名为小果肉的观众 获得现代和田青花语山水挂坠 和李晨著作明清瓷器时针 精彩节目继续为您呈现 这位大哥您好啊 您好您好 大哥这个头发您这抹的正亮啊 这个 瞅您这穿着打扮 刮风 噴了点酒 噴了点酒 好 怕给刮跑了 就是怕把那个刮乱了 刮跑的像话吧 刮跑那是假发 人家这是真头发 这是您带来的 猪台 猪台是您带来的 这怎么就剩一个了呢 这应该一对 原来是俩 俩小时候 我弟爱逮去就 拿这逮去就 不是 拿手电 但是没钱买手电 他给卖了一个这个 卖了一个 卖了几股 然后可能买了手电 真是 所以还剩那么一个 剩那么一个 我说拿这张给看 拿来瞅瞅 真是真是 有点可惜 没钱 得去去 买手电不就为了照链吗 对 正反正 这不也是照链的东西吗 不方便 不方便是吧 没手电 这也对 您想想 要是真是 没把这卖了 直接拿这插根蜡烛 得去去去了 那得去去都在草里 在给了着了 那玩意出大事了 要这么一句说 实际上卖卖吧 是吧 你瞧 这么一解释 您心里好受多了吧 这个咱看看 这是一个竹台 过去实际上 这个在桌上摆着 有一箱炉 有点竹台 再有点花工 这叫武功 您这个等于 武功 您少了四功 就剩一个竹台了 能剩一个不错 能剩一个不错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竹台还真好 同志的 对 同志的 您家里头 原来祖上是 在朝为官吗 没有 没有 皇亲国戚 没有 不是 真好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如果 我没看错的话 我个人认为 这应该是 宫廷里头 起码是王府里面的 您看就是这个 底下这个铜的这些个雕花 是不是 您看多么的细致啊 这叫如意云头啊 这里面做的这个是 这叫什么 川芝莲吧 这个叫 川芯莲 川芯莲 不是川芯莲是中药台 就是 就这个蝉芝莲 做的也非常的好 清代 如果要真是一对的话 我觉得这点东西啊 最起码啊 最起码得够100万 所以现在您这个 只剩这么一支了 就有点遗憾了 价格就会受很大影响 估计这可能现在也就是 800块钱了 受这么大影响 当图卖 这个 那是开玩笑啊 就现在就这一支 但是我个人认为 应该也是在个 6到8万块钱 大于其6到8万块钱 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向您表示祝贺 向您表示祝贺 有说到说不到的地方呢 您还是多多喊啥 我说这6到8万呢 可能也就是个起拍价 如果卖好的话呢 价格可能 加一粒 对 还得把包给您 看看咱们节目已经播出 是吧 能不能 我觉得真的有时真是这样 能不能给他们 带着他们破镜同源 把这两个出台 能不能再给找到一块 我们希望 这样的好事能够出现 来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请坐 快来一块请坐 坐坐坐 毕西老师 小时候使过那种 大铝的手电筒 有 虎头拍的 这名字 我这牌子都记得住 因为当时好像 我记得在藏区 大家是 是在山东还是去广州 要去进货 还包括电池 对 那电池都挺难买 有段时间 是 林老师使过吗 你说那一 手电筒 铝的那种的 用过 它有两节的 有三节的 说几号电池还记着吗 我两个的比较多 好像是一号这个 那大个电池 是吧 一说起来 都是咱们这个年代人的记忆 好 好 回到场面 咱们有请林老师来解读 竹台呢 我们 从 历史来讲的话 它很多都是在 武功里面的文化 那你那边说来了 武功 武功是什么呢 一堆竹台 两个花菇 中间还有一个香炉 是吧 这也成为一个武功 武功来干嘛呢 武功当时在 朝廷里面 基本上 祭祀用的 来供奉用的 好 那么这个就 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说今天拿的这个 是一个 清代 18世纪的 铜 料的一个竹台 料的 解释 它叫香炭 香炎 香芡 香芡 对 因为它这个 为什么会用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沾花 这个沾花的文化 早在那个 春秋的时候 已经非常的流行 到了战国 更发扬光大 因为它把沾花的文化 做了很多吉祥的一些图案 你比如说有桃 荷 这种吉祥的图案 有巴仙 今天我看的这个是 它沾的是一个 橙汁莲花 橙汁莲花 那加上这个料 什么叫料呢 就是玻璃器 玻璃 它用的这个料器 把它加以粉色 变成一个非常贵气 而且有价值的一个 一个柱台 而且实用 你想那玻璃器 它能反光 它上了蜡烛 是要高灯下亮 它一照过这光芒 来通过玻璃器 散发出这个 光芒 光芒更加的 能照射得很远 非常漂亮的一件东西 很可惜 你当时 就换了这个东西 如果说是一对的话 那是很完美的 这个东西 我很 只是看了一下 它这个 灵芝纹路 宫里面的东西是 没问题的 它不是一种帽 不是一些老百姓 灵芝纹路 对 而且它这个 纹饰都表现得 非常的漂亮 有 有蚕景莲花 有那个 下面的 有回纹 这些都是一些 皇宫里面的一些 宫廷味道 宫廷的味道 这个蓝色蓝的漂亮 简直像 很最高档的 青金石 青金石 对 对 没错 它这个 为什么会用到 刚才一溪老师说的 青金石是一种 矿物的一个 非常贵重的 当时的一个 一些料 一个矿物质 是 它用的这个玻璃 是因为它这个工艺 它没办法磨到那么薄 所以它代替了 刚才说的那个 青金石 然后做成料 料当时也是 玻璃也是一种 非常昂贵的 是 经过人手 经过修炼 然后把它 修炼 成仙 所以把它砍上去 对 那么这个工艺是非常 不错的东西 是 很好 18世纪 对 177几年 对 那就清代中期美国 前龙嘉庆吧 清代中期 这是比较保守的 对 那么好 咱就说了一支吧 咱们看你一对 这一支这样的竹台 市场价格怎么样 是 现在 比较低迷的状态下 三万五千 三万五千 一支 一支 如果一对的话 乘二不止 乘二不止 九万十万 您知道现在一支 好区就是多少钱 不晓得 也挺贵的 那区卷 那头段时间 现在锅锅也挺贵的 是不是 现在也挺贵 现在挺贵了吧 好的 得好 好几百呢 你瞧瞧 当年这个 就是童年的记忆都是 好 那么因为是老的 是清代中期的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 宝物奖李基金 来 祝贺你 恭喜你 恭喜你 谢谢 谢谢两个专家 谢谢主持人 好 那么为您提供的 宝物奖李基金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天天健保APP 给您提供的 那它至于什么呢 是一个免费直播的 鉴定平台 太好了 那么在这平台上 有百位权威鉴定师 为您来鉴定服务 那您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登陆这个平台 还会送您一千件的翡翠视频 以及更多的风口奖金 这位大姐 您好 您好 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 别别叫老师 叫小李就行 这长发飘飘的大姐 大姐从什么地儿来 从江苏 从江苏 江苏好地方 江苏 江苏螃蟹这会儿是过劲 江苏这会儿还有什么 这会儿就是有什么特产的江苏 咸牙蛋 咸牙蛋是吧 咸牙蛋 咸牙蛋就不麻烦您了 咸牙蛋 你看我怎么说出咸牙蛋来了 我头头说的还挺好 咸牙蛋 你说弄点咸牙蛋 反正就是江苏挺好的 是吧 江苏出美女 是吧 苏州 苏航二州 你看要不大姐这么漂亮呢 这是您带来的 对 这是我朋友 帮我朋友带过来给监听 也是受朋友之托 是吧 这尊佛像还真好 这个是个尊者 尊者是不是就是罗汉的意思 十八罗汉您知道吧 这个尊者就是他级别的可能还没有到菩萨或者是什么佛 但是也差不多了 修行也不少年了 马上再考一次试基本上就该升级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已经很有佛学各方面来讲已经很了不起 对 手里抱的这是一个什么 托宝鼠 对 托宝鼠 托宝鼠 它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能够往外吐柴 就是什么叫宝石 托宝鼠 然后什么 一双钱 来钻石 红宝 然后来蓝宝 它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你看看 这正吐着呢 你看吐出俩来 是吧 对 当然这个它是不可能吐的 因为这个只是咱们一尊佛像 它就是说我们在传说当中它是可以的 这个它是吐不了的 但是摆在家里 它同样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 是吧 美好寓意 很好这件东西 这应该就是清代的 清代的 乾隆的 这件东西 而且您看保存的各方面什么的 都非常的好 这好像 这还是回流的 有火器 我看这个 具备乾隆朝的典型的这些个佛像的特征 市场价格 我不知道您这个朋友是多少钱买的 但就现在来看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应该有20万元 20万元 谢谢 咱们这个是鼠年了 是吧 我在这儿呢 那真傻借着您这拖帮鼠 咱们也祝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咱们鼠年里头 那个鼠前鼠到手抽筋 好不好 好 好 您再给您挨红包 请坐 您好 您好 放着 您江苏哪的人 我江苏盐城 盐城 对 那还真是出那个什么 就那咸鸭蛋那块 是不是 特别有名 白洋店的 盐城的 咸鸭蛋 就是那一挖圈出油那个 还有一点特别好 微珊瑚的 对 那如果在我们南方的话 如果用咸鸭蛋 去形容一件事情的话 那就有问题了 这个是 咸鸭蛋是一种 在南方的时候是一种贬义 那南方不吃这种咸鸭蛋什么的 讲 但是不要去故意去讲说 指名道姓的时候是用那个 来 在南方有这个讲究是吧 那我在餐厅想要点一个这种的 小鸭蛋 粤语的名字 没要定 喊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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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 咱们回到来的藏品吧 是 首先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它是一个红铜流金 红铜流金的一个造像 这种造型非常少见 可能大家从壁画上也好 或者是从佛教的艺术上面 几乎是想不出来 这是哪位 它身上它是一个这种夹杀装 头呢也是这个比丘像 常然 打胡子也就是说 这种像呢 其实我们一看手里的 关键是手里的 一个叫什么呀 我们就看像一个老鼠一样的 那我们就刚才 李本璋说的 土宝鼠 这个的造像呢 就很清晃的说明 它是什么呢 它是 咱们俗称的十八罗汉里面 在藏区叫十六罗汉里面的 巴姑拉尊者 最有意思的 就是我本身 我个人应该我从事 看过东西看了三十年了 那是 算三十年 但是呢 这么硕大的土宝手 我还头一次见 我就没敢说 那么大个儿这个 你看那个财宝天王 拖着都是一个很 什么很小的 太有意思了 这个土宝手 首先是我第一次看 就是包括尊者财神系列里面 每个财神 尤其武姓财神 包括八军财神 骑着马的 它们都是最主要的标识 手里面都拿一个土宝鼠 有些的造像 看起来就是拿了一个小哈子似的 小白鼠似的 一点也不感觉 就是它这个能涂饱 但是您看这个 这肚子好 这里面 就感觉这个里面 金银财宝 金银财宝 源源不断的可以涂出来 而且这个造像是我第一次看到 它这弄了一个小盆 这个小盆 可以接着这些宝 这个小盆 就是让你自己放 像珍珠也好 五谷也好 这个老鼠它其实代表 就是说在藏区 谁能碰到这些老鼠 或者看到这个尊者 就是代表可以得到色身相畏处 五欲的快乐 这个非常重要 老鼠我们大家知道 它天天是往家里拿 不会是往外拿出去 这是中国十二鼠将排第一位的 对 所以它是在这个狱里面特别好 然后它知道怎么样去储存 所以在藏区很多时候冬天下大雪 没粮食了 有的时候可能就去找它 去它那个粮仓里面取一点食物 但是给它留一些鱼粮 来年开春了 以后再有粮食蓄机够了再还给它 所以这个动物和人 在环境里面有一个非常很好的和谐的沟通 这种沟通互动 所以这个图包鼠这是非常重要的 轻轻一捏 大家可以看 这手也做得漂亮 两个手 这一捏它的鼠肚子 它就源源不断的把这个翡翠金珠金银财宝 珍宝全部吐出来 在这个小盆里面可以续上一些宝物 所以您这个真是非常稀释难得的一尊造像 那么这是一尊什么年代的铜溜金 这溜金吗 这溜金 刚才一开始咱们就跟广大观众介绍过了 这是一种红铜溜金的 它里面的柱胎是红铜 在外面是非常璀璨的一金 包括这个可能是您后配的 配了一个可能是碧获的翡翠 碧获 碧获这也挺贵的 对 真是一碧玺 是吧 这个是配的非常好 那我们看莲花台 包括五官还有手指这些做工 包括图包鼠 可以看出来非常清楚的15世纪造像 14纪几年 对 那就明代 明代早期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明代的这尊非常罕见的 是 这件尊者造像 这名字叫什么尊者 古巴拉 古巴拉尊者 那么有没有什么市场行情 有多大的市场行情 也介绍一下 这是知识 古巴拉尊者在十八罗汉整体造像上 市场上偶然也会见到 但是像这样子硕大的一个这种图包鼠 而且他们之间这种互动 你看这捧着 你们财宝多高兴 富足 谁需要 来图点 来这样子 你说金定您定 我们说发了 发了 您多点一直比我去 发了 节目一开始就是公开发财 公开发财 对 常有也发了 没错 这个就是在市场上没有可以去类比性 那如果碰着刚好有人收藏 那这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你说一百万两百万可能都有可能 是 但是呢 那如果是在下面卖的话 我们相信大家可能会说在一百万八十万 至少是八十万左右 会有一个这样的行情 八十万 至少 这是一个基础的价格 对 而且咱们看到它 就一定在新的一年越来越顺利 事业有成 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是吧 对 太好了 那咱们 必须给这边藏有一个双份的保护奖励基金 来 也感谢您 带来如此保护 好 谢谢您 谢谢 好 现在出题送出今天的奖品 何田玉的墨翠的挂坠 感谢天天建宝APP 是 那么答对问题第五名观众 就将获得这件奖品 当然没得到没关系 您可以扫码登陆天天建宝APP 它第五名答对的观众 也有其他奖品送给您 另外还有更多丰厚奖品 这个问题就是 故宫在以前作为皇宫 开始是由哪位明代哪位皇帝 开始建造的 好 进口把单发送到 拍宝的微信平台 我们再发一份宝物奖 李基金给今天宝物最好的藏友吃宝物 80万的巴菇拉 尊者 尊者 对 您再说一遍 咸牙蛋怎么说 粤语 粤语咸牙蛋 这些各地方言也很有意思 好 那么恭喜这位藏友 拍宝节目在新的一年 为您带来服务 带来知识 带来快乐 还在每周六日晚上的 一心老师 8点46分 请准时收看 好 咱们下期拍宝见